这次的PVP确实非常强 还有一点的话 虽然他就像Kira这位选手的话 可能操作上面的话有点老年人 但是他的一个意识 以及就参团的时候的一个操作 其实还可以的 还是蛮到位的 是的 好那么在比较开始之前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RoxTaker的打野Pina 对于小组出现的形式 有什么看法 连Pina都看好的 俄罗斯Albus Knox 说真的 这场比赛已经形成 就现在这场比赛 就是谁小组第一的一个决定战 确实 谁赢了这场比赛 就决定A组的第一把交椅 到底是花落谁家 这边的话稍微补充两句 就是AX 我觉得他在颁选上面很有特色 一他是不颁现在非常火的新德拉 他之前每一局 从来都没有颁过 自己也没有选过 第二点的话 是他们在颁选上面的话 会非常针对下路来颁 而且自己这边的话 也非常早就会拿到自己的一个下路 我觉得他们也是希望 给下路提供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 我觉得在前面跟CLG的对局 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们下路你给他良好的 进攻的可能性的时候 他们确实是会带给对方压力的 我其实在面对Stick Seed跟 A4M已经是相当强的一个下路组合 他们也丝毫不虚的 因为整个团队给我的感觉就是 中上是属于这种稳的老将型 然后下路的话 也许就是在辅助的带领 因为太冲太激进的一个带领下的话 所以他们每次先拿一个 先搬的一些下路 然后给自己拿一个比较稳的下路 也不至于就是说是 万一这个下路爆炸 导致整个崩盘 不过现在明显能看得出来 Rex Tiger今天的打法战术 相比较他们之前来讲 更加的凶狠跟激进了 因为之前他们选这种 马尔扎哈 这家伙NOC 就是梦魇的这种组合来 其实来讲 我看到P9的采访来讲的话 他都觉得这种节奏比较偏慢 所以之后的这种 包括他们的阵容也好 还有他们这种节奏也好 只要有机会 他们就绝对会压制到 对手喘不过气 好的 那么呢 虽然我们都就是 稍微更看好了 Rex Tiger一点 但我们也都非常期待看到 要不SNARK能够带给我们 更多的惊喜 那么就让我们来欢迎解说席 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评 好的 感谢三位 那这边的话 我们已经在现场准备 A组的关键之战 将比泰家会决定着 哪支队伍有可能准备小组同名 大家好 我是Rex 大家好 我是米勒 你这个每次都很不厚的 每次偷偷现在家里面 补个半个月直播 然后才过来 没有 其实我一周前 看到今天的一个解说安排 我是感觉好像强弱差距有点大 你说队伍之间的强弱差距有点大 对 但是我今天来到现场 再看了一周的比赛之后 我发现 这两个队起步相当 这次和S6无弱履 现在看起来的话 其实你想想看 我们单纯的以成败论英雄 其实现在整个的S6里面 最菜的队伍是欧洲的冠军 要0-6了感觉 现在是0-5 对不对 他现在还有最后一场比赛 对 现在是一个0-5 最后一把对俄罗斯大兄弟 但是他们 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 他们的一个出现形势 就是基本上已经就无望了 刚才我们的 CLG的出现形势已经无望了 CLG如果能战胜KuTiger Rox Tiger 是吧 就是CLG现在出现形势是怎么样 就是俄罗斯大兄弟输两场 然后他们要赢最强的KuTiger 就他们出现感觉很艰难 所以我感觉现在我们的关注点 应该是在这一场 就是他们的投名之争 对 这一场比赛现在很尴尬 就是我们看到Rox Tiger 和NX两支队伍 全部都是3-1 我们知道 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是一个什么呢 直接象征了这一次 S6的一个化为的那种小的化身 就是即使是韩国冠军的队伍 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 依然挂上了一副的战绩 即使是外卡出现的NX 却在这个时间段 挂上了三胜的战绩 对 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 对 这个是本次比赛的一个缩影 我感觉他们现在已经不只是 要小组出现了 感觉要小组投名这种 才能要争夺一下 是的 对吧 不是没有梦想 怎么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是的 那现在看来 先看一下双方的搬Pick NX这里直接搬掉了 可以说韩国都非常擅长的两个上升 对 这个是Smile的 可以说是两个非常开的 而且Rox Tiger 他们的扮人很有意思 三个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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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夸张 你们下路很过分 对 我觉得你这个妹子辅助 玩得挺好的 那我办三个 这三个辅助都有说法 一个是火男 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了SG的赛事里面 辅助能够打出最高的伤害的火男 史上最高 我记得好像是两万二好像两万几 没错 然后搬掉了塔姆 就是在面对CLG那场关键比赛当中 神勇发挥的一个辅助英雄 而且这家伙巴德也很强 是CLG还是G2 反正感觉这个辅助 他不仅是能玩那种激进的 他玩这种肉的也可以 对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他最后搬掉了巴德 是在上一场NX比赛当中 神勇发挥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 所以他三个辅助确实打得不错 那我们看NX这边是拿到了一个暴女 还是想限制一下 小花仍在前期野区的一个作为 但是这场其实打也没有办 对 所以这一场抢暴女的话 还是觉得可能对方拿暴女 发挥空间太大了 那现在来看的话 整个的S6的赛事里面 暴女基本上非班必选吧 就感觉邓小律还是非班 对 基本上是一二选就要选 而且他们这个队确实不喜欢打辛子拉 对 他们这个阶段放出来 我就拿吸血鬼跟你中路打仗 对 虽然说辛子拉可能拿吸血鬼 没有那种特别好的单杀的这种机会 但是血鬼我感觉 在这一届世界赛上面 还是太慢了一点 他有点像一个坦克一样 要不断地往后推 要推到后期 但是辛子拉这前期就把你干趴下了 但是我们这样想 会不会比较符合NX的一个节奏 因为什么呢 他们几场比赛打下来 好像都是上路啊 出息的节奏点比较明显 比如说那一场波比非常重要 感觉这两个人挺像的 挺像的 还有宿命的对决 不过我感觉Ross Tiger这个中野太强了 他们拿到了辛德拉加这个盲森 这个可以说是这届世界赛上 我个人感觉最具有进攻性的中野了 是的 然后在下路方面 他们下路不想吃亏 可以拿了一手女警 然后女警加牛头 其实女警一个人就可以负担起 在线上点人的工作了 之前可能说见过最出色的女警 就是Sticksy了 对 他们那个配合真的好 每一次老牛的二连女警 都能够百分百地接到夹子 是的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配合 那我们看一下 而NX最后我们看到宝石 哇 这家伙英雄池还挺深其实 但是宝石来讲的话 如果放在右边的阵容 我觉得丝毫不觉得奇怪 他宝石放在了左边的阵容 感觉还是没有那么的 因为我们可能自己赛区拿宝石的话 就是为了康特这个吸血鬼 但是那是吸血鬼强势的版本了 对 现在吸血鬼的话 自己这边 然后拿宝石 他可能是觉得对方的前排有点多吗 然后宝石作用可能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Rogue Tiger这里 最后一手直接拿到了 康特你这里上单的一手巨魔 对 巨魔打波比我们知道 是一个爸爸打儿子 对 线上也好打 在团战里面呢 直接给你一个大招 你的双靠没有了之后 你就测得像纸一样 我想了一下 这盘这个宝石 确实出的有点意外 对 他可能是觉得对方 我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他 觉得对方的前排挺多的 然后近战挺多的 那宝石他可能发挥作用比较大 因为希特拉这个大招 基本上是一瞬间就过来的 对 就是他没有什么用大招来很好 康特这边 对 我为什么说宝石康特吸血鬼 因为吸血鬼的大招是二段的 对吧 就你放大我放大 对 对 对 所以这场宝石感觉大招 必须要预判得很好 但是我之前看到微博上的言论 说到NX之队我有点像M5 M5的灵魂所在 所以说他们的打法上面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对 我们就要看一下他们这场比赛 拿出了这个阵容 面对 应该说在这次世界排名上面 全都给的是第一 可以说是最大的热门之一了 对最大的热门之一 Rox Tiger Rox Tiger应该说他们也是比较慢热的 我感觉 他们在小组赛第一阶段 并没有展现出就是他们那种强大的实力 是的 但是你随着小组赛的进行 可能到淘汰赛里面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越打越好 对 而且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不难想象的一点 Rox Tiger和SKT 两支最被看好的队伍 他们现在都有一败 而这一败 恰巧就是对面使用了龙王这个英雄 还真是 对不对 Maple跟Hookhead Maple跟Hookhead 就恰巧就是龙王这个英雄 我觉得龙王这个英雄 基本上在后面就不太会出场了 对 我们现在需要期待什么 面对Rox Tiger和SKT 有哪支队伍在不使用龙王的情况之下 能够战胜他们 我很期待 可以你这个理论很别致好吧 就这个是实话 但是龙王我感觉很难出了以后的比赛 对 因为这个东西吧 不管什么队伍我觉得都可以值得去办 除非你自己的中单特别特别擅心 因为龙王其实它有一点改变游戏打法 因为你想第一波上线 对一波 一级直接干他 一级下路干他了 这是改变游戏打法的英雄 而且这个东西吧 一般强队都不喜欢去打 因为它会改 不确定性比较多 它会创造一些X因素 没错 强队都喜欢打运营嘛 对吧 我尽量避免这一种未知的条件可能性出现 强队就是最好你选一个常规阵容 我选一个常规阵容 常规到不能再常规 对 大家拼实力嘛 对吧 对 内力 好 我们看两边已经开始 布置一下阵型了 那这里宝石加卢仙的下路 其实也还不错吧 但是 感觉现在可以打得很凶 但是对面是一个什么呢 女警加牛头 如果说老牛可能是一个手长型的英雄 感觉卢仙加这个宝石就很吃亏了 对 打宝石我觉得还是看到对方可能手比较短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打野方面 毕竟这边是芒僧 芒僧初期的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 而且库若上来直接打出一套雷霆 这边中路的话 新德拉这个韩国选手 最可怕的点我觉得就是 他们没有哪个英雄 就是说好像特别特别短板 对 他们用的都差不多 这是最可怕的 这里我们看一级学Q的暴女 这里是要直接入侵 暴女这里有想法 罗克塞格尔这里很阴险 这里放了一个眼位 看暴女能不能绕过这个眼位 看到了 看到了 小华僧这边赶紧往后拉 680的血量没有承接 是完全搞不定这个红Muff的 是的 这边的话耽误一下对方的时间 这里小华僧这个眼位真的太好了 就如果说没有这个眼位的话 小华僧这个红可能要糟的 肯定糟 因为暴女是没有用承接去打 对 所以说这一波ANX的套路设计的很好 但这个眼位是救了小华僧一命 没错 这里看来 康斯凯克尔还是有一些准备的 这里需要找一个角度没驾到 没驾到 这样的话又被打一套雷蹄 不过这么说吧 刚才那一下韩尔神的影子好吧 韩尔神的影子 韩尔神很想搞这一波的 对 你忘了上次就是韩尔神打那个 韩尔神玩个什么南枪的时候 对吧 南枪 一过来 但是这里我们看在暴露视野范围之内 去打这个红 不过现在有惩戒了 这个又没关系了 那你过来搞我 你要跋山涉水对不对 而且这边主要是有惩戒 对 如果说你过来没有反掉这个红 你太伤了 所以这个眼位我觉得是 血鬼这里强势要把兵线挡在房子 对 这一下太伤了吧兄弟 说实话 有点伤 没什么必要吧 他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一个 兵线跟补刀的一个优势 真的是拿命在抗 俄罗斯兄弟 还好还好还好 身板硬好吧 毕竟是吸血鬼 但是希特拉特线你阻挡不了 还好啊 该进的塔还是要进的 对啊 就是这一波的话 有一点把自己打伤了 这里皮纳特要还以颜色 但是暴女正好把这一波打完 不过有机会 这里暴女还好有夹子 但是漂亮 这里暴女确实胆大心细 我只能说 因为我感觉他可能要放一两个小的走了 但是没想到他这个一个夹子 包括一个W的一个走位 实际上小华人这一波的入侵 没有特别好的结果 是的 他那边老牛也在后面 就是他们这种 联动 对 就野斧就一起过来的 如果说你暴女觉得 好像我一个瞎得好欺负的话 那后面老牛过来就要你命了 对 而且盲僧这边的 血量控制得非常的好 健康 很健康 这里的话暴女要尽快 建立起自己刷野的优势 这边我们看到巨魔 在上路真的是打得很凶 而且这次这一赛你发现没有 只要用盲僧 这个蓝MF肯定是第二时间 给到中路 对 就盲僧雷克赛这种 我就不需要来 反正我就贡献一些嘛 对 哎呦 这里又被砸了一套 但还好避失了一个Q 我刚才我们也看了俄罗斯大兄弟的 这个走位非常的细腻 这个中单我觉得今天打得好 他感觉从第一场就可以看出 他手感挺好的 是的 就手热 手热 哇 这一波砸得有点痛 这真的是身板硬只能说 就硬扛了好多波新的拉 但是发现他好像 哎 这一下被承接掉了 哦 还是被承接掉了 但是这个人很凶 对 掉出了一个Q技能 被Q技能的斩杀 这一波的话 盲僧是被打回家了 但是自己带F4是总在守住了 哦 这里这个助手打得不错 哎 中路 加了闪现了 Q大 漂亮 哇 这一下 这一波裤子太拖大了 他第一时间就应该走的 但是这里的话 中路都交了双招 他可能没有预判到吗 我感觉他是有点拖大了 因为盲僧你早就看到对吧 小华人早就看到这个豹女在旁边了 对 不过刚才这一下真的很奇怪 就库入这里躲这个标 没有任何的走位 其实躲到这个标的话 自己应该也是安全的 对 我们镜头切过来的时候 他双招近交啊 这一下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这波的镜塔回放 周远在偏闪现交出来 噓月鬼这一下跟闪跟得很漂亮 对 而且他刚才确实也不能走位了 因为走位的话 基本上噓月鬼也把他扶死了 对 这一波的话 确实我感觉他是有点贪了 有点贪了 因为你看小华人第一时间看到他 他第一时间往塔下走 对吧 啥事没有 他好像在利用自己有兵线的优势在压 说实话 对吧 那这一波更完了 因为中路拿到了一个击杀 接鬼也获得了一波回家的机会 直接出了一个幽魂斗篷 对 这个斗篷出来 这个招牌很关键 二连夹子接到 点燃挂上来 这个夹子没有触发 他接到可能稍微慢了 这个虚弱很关键 让小华人的第一波伤害没有打出来 但是暴女又要来了 但是中路这里的话 再来就不好来了 又变了 不要到了 伤害挺高 而且躲了 这里希悦鬼上来 还要来了 又大招 闪现 暴女没有死 这边大招应该给你套 死了死了 这绝对死了 这一波 你看暴女的操作多漂亮 他躲了好多技能 他那一下是自己应该在W的空中 被希特拉利一推的 推到了 所以会有这样一个位移 这里下路又要来了 我们看一下 刚才这两回放 标到 这里先标到 他是被推了一下 被推了一下 他没有被 他没有球 所以没有悬晕 这里直接交闪现 希特拉利的球 不足以秒杀到这个暴女 这里暴女确实 只能说胆子很大 这一波的话 越哈 我觉得希特拉 又是一个没想到 感觉今天酷肉上来 好像有点懵 有点懵 而且酷泰格 确实在这世界赛里面 没有像我们之前 看到一些韩国队伍 展现出那种统治力 他其实上次打俄罗斯大兄弟 初期也是劣势 我记得 第一轮的时候 我记得是十几分钟前 还是劣势 但他五分钟就直接打回来了 对 五分钟然后直接 就很恐怖 打成盛事了 就打爆了直接把对面 是的 但是今天对吧 经过一周的磨练 但是我相信NX已经 没有 兄弟 你没有看那个 刚才谁发的微博来着 怎么了 NX就采访了之后说 由于没有队 给他们约训练赛 他们玩了一个星期 别的游戏 再再练 不是 他们那是赛前 就他们世界赛来之前 他们没有训练 是世界赛前 世界赛之前 他们说就是觉得 没有人看好他们 他们就随便玩玩 没想到打完一周之后 好像要出现了 可以 看一下这里 应该是走不掉了 这个要死 这个得给库鲁让个头 这个说实话 对 库鲁现在这一盘太惨了 那现在暴女有点开心 对位的周团值钱了 这边牛头过来 我发现这个就是 库泰格为什么能够 在几次烈士的时候 能够打过来的原因 对 他们这种联动太快了 龟拉这个选手蛮强的 其实 对 这个选手能靠得住 就其他人可能 稍微有点冲动 有点血性 但是龟拉作为一个老将 他这个时候他要 他要去带一下节奏 是的 你看那边事业一做 稍微帮中路缓解一下压力 这个时候节奏要慢慢地来了 所以这段时间 可能NX要稍微小心一些 没错 现在就塞格主动地 在找节奏了 那现在他们的上路 其实抗压抗得也不错 你看 在面对巨魔的情况 他只被压了十几个刀 这里可能要 但是这两个人说实话 能杀这个巨魔吗 有点难 我表示有点怀疑 因为巨魔这里毕竟是 有一个大招的 现在双方向高就很难了 有大招有W 这拨配合 我的天 但是猪子力得好 这猪子没有让暴女第一时间 标过来 这拨配合可以的 这拨配合有点帅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波比和暴女的配合是 大招和那个标 刚好过一点 结果她的配合是完美的时间 这拨配合太漂亮了 但是Smip这个猪子确实力得好 好像让这个暴女第一时间没扑上来 如果扑上来的话 这一波只能交技能了 扑上来 所以要交闪线呢 就是可能是交闪线 回头放一个大招 然后很稳 这一波我只能说 两边处理都很好 我觉得 一边是配合好 一边Smip的柱子力的也好 是的 波比这里大招换大招 并且把你打成了一个 稍微有一点残局吧 一半的血量还是挺赚的 这一波没有想到 看一下暴女过来 又是蓝四方的一个天然优势 是的 暴女这里直接过来 偷龙 在这节世界赛上 我们已经无数次见过这种场面了 第一条是一条水龙 还不错 其实比如这次世界赛水龙刷新有点多 是吧 感觉一直都是水龙 不过我们看小花生这里的话 也是把战士的附魔打野刀做出来了 就看一下盲瑟那会儿又会有什么 因为盲瑟现在有闪现有大招 有战士打野刀 这一波他很强 下一条还是水龙 Smov现在有点难受 因为他这一波其实说实话 没有打出什么东西 对吧 Smov就交了一个柱子 对吧 交了个大 交了个大 算是交两个技能 交两个技能 反正其实没有打出什么优势 对吧 这一波他思路很清晰 这一波的话确实 感觉Bobby今后的日子不太好过了 是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 巨魔的推线优势是无比巨大的 他这种出装的话 对吧 波比很难受 就现在因为是他这样的出装 所以说抱女才 会对上路有一点想法吧 对 我觉得 帮了一下 没帮成功 但是现在我觉得压力是在于下路吧 像下路卢西安 你选了一个卢西安 并且胜交洗礼 打得不错 流头过来被闪现躲掉 直接交闪现了 没有必要交这个闪现 可能是怕盲森过来 他是三角草莓眼 你看到 他可能觉得 因为刚才盲森是在中路 我记得那个F4旁边 那个草丛里面拆了一个针眼的 他知道小华晨在附近了 所以他觉得交一个闪现标本 是的 但这里我们看到AX这里 好像没有太意识到盲森的到来吧 还在往前压 这里要布一下视野 下路的视野 中路波比来了 神奇的一波干客 但是这里的话有点勉强了 这一波杀不掉的 有点勉强了 巨模这一波 我们看要不要被捶回去 直接取消 直接取消 暴女过来 已经飙到了这边的王森 不太敢上 现在现在大招还在手上 我觉得这一波稍微有点牵强 又是中路的双招换双招 但是这一波来的不是暴女 是波比 波比在这个时间点上的伤害和暴女 差的实在太大了 而且关键是 没有什么障碍物给他推到 对不对 推不到的话 那波比确实没什么伤害 这一波的话 也算是把新德拉打回家再推一波线 那就整个NX感觉至少 他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一面的防守 你觉得吗 对 我觉得他们是打得 就是胆子还是挺大的 胆子很大 但是不操战军 挺细腻的俄罗斯 对 这种战斗民族 这不光开车凶残 打英雄联盟也很凶残 这边直接反身打一套 对 斯莫夫这里 暴女也下了 但这里刚好看到牛头 这一波暴女感觉要出事 前面还有一个盲僧 他没有想到 踢过来 踢过来 踢过来闪蜆架架得很快 感觉这一波 Grela想跟Pinat玩个花的 对 玩个配合 但是我感觉还不如直接二连的 不过西德拉来了 我们看一下库尔这边 来到了塔下 但是已经被视野发现了 秀的力得很好 斯莫夫这里闪蜆躲开 这一波别说 躲掉了对面几乎全部的技能 这边没有标的 而且整个阵容是没有流人能力的 这样的话NX也追不到 不过这里动用了对方四人之力 对 并没有能够在这里打出优势 而且宝石来得远慢 如果宝石来得快一点的话 这波感觉能打起来 下路 女警放单人女警和卢仙在这里solo 感觉女警打不过这个卢仙 现在我们看一下两边的装备吧 这边卢仙跟女警 其实装备乍地也差不多 对 但是卢仙一上来的话 女警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而且卢仙这里确实是有一个 有一个水龙buff的 对吧 这边如果拼消耗 不管是蓝量还是血量 其实真的要比女警舒服很多 但是老牛来了 这波卢仙 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 还行 这边有个正眼第二时间 是发现了老牛 其实我觉得刚才卢仙打得 稍微有点怂 就女警换完大招之后 卢仙其实可以上去压一波的 又来了PVP 这个PVP这个选手 我感觉还是很耻肉的 在这里可能有很多问题 咬了一下 柱子 柱子他第二时间是立了 没Q到 小卢仙这里 没有配合好 没有配合好 因为我感觉Smove他这个柱子是什么 他想等那个炮手 但Smove这里有点危险了 他自己闪现已经没有了 这波Smove非常危险 这波的话 Rocciak的上下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失误 对 这一下没有踢到 还是非常非常的致命的 而且中路西德拉这个点 其实除了刚才在下路和道让他的那个头以外 他是没有任何见处 直接过来承接了一发 红Muff 抢到了 但是小卢仙力 很快 兄弟 啊 W A一下 但是中路同志开干 酷子的学俩很残 怪了一个学修直接被秒了 这里宝石的 保护这里很不错 冷静就被定了一下 但是小卢仙这里赶过来 是没有大招的一个状态 闪现过来 Q到了 第二段伤打到 第二段伤打到 漂亮这波 小卢仙是力挽黄了 拿到两个人头 刚才这下看下波比 波比没有闪现 哎 丢头 被丢了一下 哦 感到好大 刚才如果先被逼都打出来的话 对 这里就拼手速了感觉 在那个时候感觉 如果波比第一时间一的话 有机会定下 但是我现在终于找到 NX这些队伍最大的问题 比较容易上头 哈哈哈哈 这一波直接是 利用宝石的大招过来 强杀行的了 对 主要定到了 这波不杀不行啊 伤害是够的 对 酷子这一波被监队的好惨啊 大招刚好打在了 宝石的大招之上 感觉主要还是 暴女在野区出事了 是吧 说这一波暴女在野区不出事的话 这一波的话 而且为什么她不愿意帮助 挡一下这个Q 也没想到 稍微操理一下 操理一下 操理一下 不过没有关系啊 现在NX的话 经济还是领先的 不过这段时间感觉 小花生个人的一个节奏 要慢慢的启示了 是的 就是 你看这段时间一直归啦 跟小花生两个人 对不对 对 就基本上打赢的这几波 都是他们俩搞的 好 那我跟这个哭肉感觉 今天状态一般般 但是现在的话 暴女我觉得 可以把自己刷野的优势 利用起来了 就是把野区清完 再去搞事 对 要不然的话会很亏 其实暴女打这种比赛吧 其实就是一个最关键点 就是等级 对吧 我们看到一个暴女领先 对方两三级 这一盘就基本稳了 是的 这一盘的话还好 在一个一级的领先 而且这边有一个真眼 看到了对方 放在这个眼睛的位置 而且第二条水龙也已经刷新了 现在时间是16分钟 从节奏上来看 其实Rox Tiger 已经慢慢地把节奏 开始掌握到主级手里面了 对 就是野斧现在是站了出来 主要是下路这个女警 其实AX没有想到一点 就是对方一直是野斧在游 对 女警担任在下路 她们没有任何的想法 来针对这个担任在下路的女警 包括线上 本来可以打出强势的卢锡安 也是一直和女警在对刷 其实对于Rox Tiger来说 这是一个他们希望看到的局面 如果说把两边辅助都解放出来的话 Rox Tiger 我觉得他们乐意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小华人这个地方是被眼看到了 我们在这里吸血鬼 先顶了一下 不过吸血鬼现在真的好肉 他直接出了一个振奋 打不动 打不动 真的打不动 拖后期的话我们看一下 而且一血塔是被AX拿到了 对 这个对于经济上面 是非常大的一波补充 而且刚才两边的中单 为了支援下路 都交几跑了 对 都交了几跑了 他们在那边相遇以后 这边小华人过来 小华人踢 第一时间 没有一个好的角度 他第一时间的话 没有错失的那个角度了 是的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俊国取消的传送 刚才AX如果第一时间选择反打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点机会的 现在的话 就一个很关键的DN 这边一塔被推了 这个很麻烦感觉 对 现在一塔太值钱了 一塔被推的话 主要对方下路解放了 这连血鬼接下来的大招 波比一个大招放空了 波比一个大招放空了 波比很凶 往前一顶鬼了 这边开大招 可以是曼德鲁打死了 那这边临死是顶回一个 还没有死 救了一下 治疗抬了起来 Pray这个治疗压得非常的紧 那这样的话就看得出 在打团的细节方面 这边NX和KuTiger 还是有着一点差距的 大家都以为这个老牛要死了 但是Pray这个治疗 他就是在等这个时间 在塔下 然后闪现过来 一口之两 而且刚才是把宝石 推到了塔内 把宝石秒掉 其实看似是一个辅助 但其实对于整个NX的打法来说 这个宝石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波的话 KuTiger是可以去拿这条小龙 来把自己这个 Tiger这一波的转换好 他们的转线很快 在他们下路的塔被推掉的同时 然后女警跟老牛 直接来到中路 然后打赢了一波团 然后再拿掉这条小龙 这个还不让吗 这里老牛又是一波二连 完了 夹不看到了 这一下没有什么必要 我们看到 一个只剩下ADC和打野在旁边 他们居然敢这么的突进 对方有牛有希德拉这种 这一下的话有点亏 柱子立的确实也非常的好 这一盘我感觉鬼拉这个老牛 立功了 确实是 这一下没有人上去打这一波伤害了 然后刚好一个W 左开了卢仙的Q技能 然后利用大招抹 直接抹掉了这边的一个宝石 就关键后面这一波浪的 我觉得没道理 这一波小龙确实应该让了 你人数也占劣势对吧 对 这一波打赢了团之后 可怕的就在于 这种韩国队 又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就很难去突破他的节奏了 那这一边我们看到NX 尽管刚才那波团战之后 薛鬼依然是很肥 马上就可以再把自己的火箭腰带 做出来 但是薛鬼感觉 中国戏打团有个问题 他感觉很难摸到你这种 手太长的英雄 是的 而且对面还有什么巨魔 辛德拉 牛头 全都是阻止你突进的 这样的角色 然薛鬼在这样一个版本里面 他的中国戏能力 其实没有以前那么恐怖了 没错 他也削过嘛 对吧 那刚才这一波打完之后 我们看他暴女初期的节奏 现在已经可以说节奏全无了 直接是连续两波的阵亡 这一攻 这一攻 这攻击 我暴音啊 漂亮 这一波真的是漂亮 踢回来旁边有牛 有女警 这边的控制是源源不断的 这波combo是完美接到了 是的 那这个就是你不找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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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Rox Tiger这边两个节奏位 把节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怎么感觉NX破了一个塔之后 反而节奏给断了呢 是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很奇怪 感觉破了一个塔之后 反而自己的一个推进一直在受到阻挡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普瑞跟Grela两个人反而是一直压制着对方的一个下路组合 对的 感觉现在要想想怎么办了 现在感觉进入了一个困境 对 虽然这个困境还挺大的其实 因为Rox Tiger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再给你往回找了 现在慢慢地会进不到他们阵容的一个强势期 现在新东拉加瞎子 包括老牛那个组合还是很强势的 而且好像 这边吸血鬼还没有爆发嘛 对吧 而且你看NX这个阵容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他们的开团手段比较少 开团的话 对吧 只有波比绕后了感觉 波比绕后什么宝石闪现晕 这都是不现实的一种开团手段 但反观对面我们看到什么 什么牛头 芒僧 辛德拉 其实都具备一定的开团能力 这个时间我感觉这个节奏稳下来的话 要此就很舒服了 对 而且这把卢西安真的选择上 没有给队伍带来任何的帮助 你觉得吗 他们可能就是喜欢用这种组合吧 没有打出想要的效果 对 视野的话也很艰难 帮你在中路继续给一些 清一下这个兵线 对 这里 徐悦归总算是做出自己的火箭腰带 看这个状态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 它现在爆发能力不足的一个总经 是的 现在虽然看上去 NX还是领先了一点点经济的 但是人家是在领先一个医学塔的情况之下 是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很多的韩国队伍 一旦节奏起来 他们推塔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我今天那天结束了一场比赛 在5分钟的时间 推掉了对方遛走他 就他们很夸张 滚雪球能力比较强吧 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优势 现在两边稍微稳定一下 看一下中路新德拉这个位置 好像也没啥事 暴几跟徐悦这种组合 确实没什么控制能力 韩国队伍还真的是稳得住啊 真的初期中路连续被击杀两次 对 稍微听到人了 闪现 漂亮 直接击死 PRE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被保时阴了一下 对 应该是被交闪的卢西安吧 对 反正第一时间是被晕到了 对 第一时间肯定是被定了 打了一趟 但是中路 记得来了吗 闪现 躲一下 伤害 雪友哥这边还有急跑效果 但是老牛在旁边 雪友哥只能抱头往上走 对 去找自己的队友 因为自己的两名队友都在上路 要推塔 这边卢西安跟保时赶紧在上路推 这一波看似是没有什么击杀 但是不过这里 暴女有点危险 闪现躲开了王森后续的伤害 这个这边还要浪 这个这边很肉啊 他很倾入对方 这几个人没有什么伤害 能秒掉自己 而且保时也来了 又来了 这边没有飙到 而且波比再往中路赶住 这个时候 能不能把 这个 小华人的胆度有点大 如果刚才其他几个队友没有走的话 其实这个王森可能回不去 不过就闪现了 上路又来了 上路就没走 刚才这下中路的击杀 还打得很聪明啊 这边应该是给把上路塔打掉吧 还差一点点血量 不太赶上了感觉 但是薛伟里面要加一下 要不要来 但是新的拉满血满状态赶过来 这一波NX最好是撤一下 对 卢仙这边的蓝量也不够多了 但是王森有闪现和R 并没有选择上 这个柱子卡的真的是好 这个俄罗斯大军队真的是粗中有戏啊 对吧 你本来感觉这一段时间好像 我知道赛克节奏不错 但他突然突然 突然通过一波击杀对方的ADC 你看 差点连续推了两个塔 是的 那中路这里 smurf的话也是比较的右 所以这里面 哎 这个狙狙到了 对狙到但是 伤害差一点 对 芒森他没有敢Q过来 这个时候只要回来有人手塔 这个塔不掉 这波可以接受 哎 芒森在这边阴一下 好阴 哇 这一波真的是没有视野看一下 芒T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其实还是NX占了点便宜的 毕竟上路哪里做防御塔 真的感觉随着比赛的一场一场的进行 大家对于NX这个队伍的认识越来越 就展现他们的战斗能力越来越高了 是的 就他们在战斗当中学习啊 哎 就一般的队伍碰到Tiger这样的 这种节奏的话 可能这段时间就有点不知道该干嘛了 是的 哎 但是我们看俄罗斯大兄弟 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 对吧 他节奏还可以的 我觉得 哎 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做 先看一下这波镜塔回放怎么样 杀掉的 哦 逸上去 对 就 他们这波配合前面也有看到过 就通过卢西安一个高位移 帮助宝石出发他的一个晕眩 他们这波节奏你看又找回来了 对 然后这波如果能拿 哎 但是可惜是个风龙 这边拿个风龙也不错 哎 就 这真的是 很多的未知的这种感觉 现在在他们就神秘的面纱 慢慢地揭开了 其实是一个大boss这支队伍 对的 就是他们的打法 首先一点就是不怂 非常非常的不怂 我感觉他们在这种不 特别是那种逆风情况下 他们感觉就不懵 但是现在 知道该干嘛 对 但是现在Rox Tiger Smoop这一点感觉有点可能会让 AX有点难以解决了 上路已经压了两级了 对 他这个巨魔这个英雄拿出来 就是carry的 对 这个可能在中后期的带线 会让对方很难受 这边直接不让你回 打你一套 对 Smoop觉得也不亏 反正打了个眼 反正现在感觉Smoop这一盘 中后期你看对方这个阵容 哪还有办法好像 中路这里直接开始拆这个塔 回防伤个点半 这塔会不会有点过分 瞎在里面想踢了 但是 没有踢到 对 看了一下西哥是装备 感觉踢不动 感觉小花球这一把 这个Q不是特别准 你觉得呢 刚才和队友那一发配合 也是一个失误吗 也没有配合 对 但是总的来说 Rox Tiger还没有被对方的这种 节奏所拉开太多的一些劣势吧 这波有点危险 波比刚才教过闪现的 三个人过来直接抓这个波比 三个人抓波比 开启W 闪现肯然减速 然后给了大招 这个波比的话有点难了 他因为没有闪现的波比 怎么两个人都被吹飞了 夹子夹子 三个 哎呀 跑掉了 而且还要反打 自己有危险 暴准第二阵 但是还行 对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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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逼通了 被逼通了 小华人的大气一模 他没有救了一下 二点现在是26分钟 击杀给对方的打野和ADC AX现在选择立破打大龙 What 刚才你 打大龙了 发生了什么事 这波比力够了啊 只能说 垂飞两个人 然后把对方的女警击杀 这波大龙有了 我的天 AX现在终于是拿到了这样比赛 最为明显的一个优势 不是 不是啊 刚才这一场拿下来 有机会小组第一 有机会 就已经不值得 就我们一直在见证奇迹 可以说 对吧 我的天 看这一波 这怎么大到两个人呢 被吸得大 我感觉Smip和小华人这一波 哎 哎 这一脚 没这一脚应该还好 这边我看到Pray疯狂放夹子 但依然没有封锁让敌方撤退的道路 然后这边小华就想过来救 自己也跑不掉了 哎呀 今天感觉 Peanut跟Smip两个人两次配合 没配合好 没配合好 而且刚才这一下毕东太关键了 盲森想走到墙那里 去交一个隔墙的闪现 对 但直接极限距离被晕在那里 而且这一波是个大节奏 这不仅是一个失误能 就这一个失误已经造成了很大一波联动的影响了 没错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坦 还能不能守得住 我的天哪 好 直接抓起来 那你厉害 夺冠大热门 夺冠大热门 你说NX吗 这一下的话有有大龙Buff 再加上这种有大龙Buff的小兵 旁边有暴女PokePoke 开席血鬼 席血鬼有点难杀 只能说大家已经丢出来 雪池也交了 不过这里的传送看到要下来吗 波比比 因为波比是推掉二塔 然后再交传了 他这个时候下来没有任何用 反而上路急需带现 印象也不大 对他这一波已经推了一个二塔了 而且这边选择的第一时间开西约鬼 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哇 西约鬼 你看两口又吸起来了 对 那现在上路的话 我们看到吧 冰线已经带到了塔下 这里smoke必须回防 现在中路的二塔有点难推倒是真的 那我们看到这边西约拉 技能释放还是非常的完美 波比要后了 波比这一波尖推连 普瑞 普瑞在前线 失误了 还有宝石没有晕到人 还已经没了 波比又是一个大招 锤飞了这边牛头 宝石已经被秒 smoke 原来危险 smoke这里应该扛不住了 露西安拿到smoke的人头 这边是一波一换一 交血池往后拉 这边宝石换掉了对面的上单 这一波很赚啊 赚了 波比这个壁东 而且刚才是什么 推掉了上路二塔 中路一塔 中路二塔 这一波大招马虎 已经让他们推了三座防御塔了 经济已经来到了快 这波大龙加了快4000经济了 看下这边的绕后 直接冲向人群 把普瑞顶了回来 对 这一波的话 宝石又想跟波比来一个配合 但是第一次没有遇到普瑞 第二时间的话 宝石被秒 但是smoke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虽然吸了一下 但是直接被smoke 这个smoke家族的波比有点凶 来 现在踢回了暴女 应该是死了 应该是死了 小花生 现在小花生摘下了面具 其实是 谁 你想说谁 兄弟 不要乱说话 其实是一个大人物我感觉 大人物 但是刚才这几波团战下来 说实话smoke服务的表现 应该是NX这里最好的 关键他是那个蝴蝶 对不对 对 他是最最开始引起那种震动的那个人 他这一发就几次的壁咚 都是关键位置 就像那一场比赛一样 那现在我们看到还有四个大人物 不过大人物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也收拾一下心情 这波大人物带来的经济领先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不得不说 领先五座防御塔 竞技的领先却仅仅只有六千 对 你觉得是不是还是有点少的 说实话 因为绕塞克这里 他们其实野区也没有遭到太多的一个入侵 对 现在主要是绕塞克推不了塔 我感觉 挺伤的 他们现在出不了门 主要他们这个阵容没推塔 不科学 对 你巨模推不了塔 女警推不了塔 对 现在把星图拉在中路压线 就感觉不科学 就为什么没有推到塔 就没有被这样的队伍打过 踢到了 这边过去 这也要上 小玩生有点上头了我感觉 这一脚感觉腿都抽筋了 踢得这么远 是啊 刚才RT野区后面 我们看到视野是蓝色方的 这里拿到了一个红buff 现在X全面压制了 又是一条疯龙 你说这两条是火龙多好 这两条让你吐龙好 吐龙也可以吗 吐龙可以 那他们这时候拿两条封龙很尴尬 两封一水 哎呀 都是些水货龙 这个对正面的战场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你拿点这种干的 对吧 干货 对 什么土啊 土啊 土啊的 对不对 这番就有了 但是这两个封龙感觉不爽 现在波比继续在上路带线 X一眼打着他们的四腰分推 夹得正布起来 感觉普通这个夹得很随意 布了一半 另外一半直接真空的 但是这一半是最为重要的一半 对不对 互助正脸 互助正脸 打人不打脸 这个时候开始了 你看现在的话 这样的话也许被入侵 感觉Ross Tiger的经济差距可能会被拉大 是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夹子有没有人过来踩一下 确实对于NX的推进是有一点影响的 但是我们看大龙还有一分五十多秒 因为说实话NX这个阵容上高地不太好上 对 他们可能还需要一条大龙加一条远古龙才能上 但是我们看一下女警这边的装备 其实并不足够好我觉得 这边的伤害还没有到达 就是说能够站起来 帮助队伍carry的这样一个装备的量 32分钟仅仅只有三大件装备 女警的话 其实女警算上这边比较肥的一个人了 是的 女警跟巨魔 但巨魔这盘也很 这两个英雄没推掉塔你敢信吗 30多分钟了没推掉一个塔 这个我觉得跟小花生出击鞋子没有对面好 我觉得很扯 有关系吧 来 看一下这一波有没有机会 现在他直接把自己的蓝帽子抓走 想拿我的蓝帽子没门 单纯的想防守一波 对 蓝肯定不能给你的 是的 现在那边守塔主力 但现在Rose Tiger基本上就是拖住了 现在NX有一点难以去打上高地 虽然说野区的资源都已经被抢得差不多了 真的初中有戏他们这个队伍 他现在又开始闻起来了 他们猫完过后发现需要稳一稳 这一波你看一下视野 这一波的视野全部压制住了 这对接下来的大龙战很有帮助 他们大龙我可以不打 我在野区埋伏你 现在这波视野一步 NX他们的防线扩大了 对 他们现在有好几重防线 这样的话Royla现在就是一个工兵 她得排排对方这些眼位 是的 还好是一个重装工兵 不太容易直接暴死 身体还可以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条大龙 归属权在哪里 这条大龙可能就很关键了 是的 如果这条大龙让开哥再丢的话 看他们丢的时机吧 感觉这一段时间里面 这条大龙必须要撑一撑 至少拖延一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装备上的对比 暴女已经是四件套 这暴女装备有点好 暴女装备有点好 就随着时间的进行 这个新人归可能也会 这里撑下洗礼打招 闪现给大招 闪现过来 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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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都不虚 这边宝石过来 遇到了对方中单 中单被秒了 不如又一次被杀 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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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抢大龙翻盘 俄罗斯大兄弟说 我也见过不少 这个就是反正粗生勇气对吧 可以可以 没关系 反正这一波中路的水晶已经破了 这波很关键可以充足的利用 刚才他闪现把那个鬼蓝的二连给躲了 来看一下 他还是个预判躲 他感觉鬼蓝一回头 他就直接叫闪现了 而且真的是粗生勇气 上去给了大招之后 用火箭腰带反向回到人群当中 主要还是保持个晕晕的 对 然后暴泥冲上去 直接秒掉了库柔 这要不是个剧魔的话 这一波真的打穿了 剧魔在前面利用大招 吸了波比的窗战以后扛了好久 不会夺冠了吧 这个队伍 这哪一下 这里直接开打 暴女下篮 原来是要等待你人齐的时候开大楼 你五打五要打大楼 真的什么意思 但是波比这一波有一个春阁甲 说出来这波不应该打了我感觉 血鬼秒不掉 大招 大招 他能推到这边的盲森 盲森又闪现躲掉了 脚闪现了 我的天 这波再不抢龙 哎 谁动了 拼着拉 拉到了大楼 拼他这边死而无汗感觉 什么样不给你赶紧走 赶紧走 哎呀 这一波 你说五打四你不打大楼 这个时候打 战斗民族好吧 战斗民族不跟你都说废话 这我们不玩音的 不玩音的 五打四我觉得我这边人数占优势 我拿这个大楼 我觉得我有点瞧不起点 我们要从正面击垮你们 对 正面击溃你 可以 但是打了半天经济的优势 还是没有被拉开太大 现在又是由KTiger拿到了一条大楼 这场比赛我见过 是吗 那天就要KTiger打谁 小华人抢了一条楼 然后就翻了 对啊 看下这一波 这一波是KTiger抢的 我们看这一波两个人 不是 两个大爷的 陈界什么时候交的 两个人都有陈 都有陈 感觉都交了好像 哎 这个 郭敏的大招真的是 闪现多 哇 就你这个闪现都交了 你不抢这条大楼就没有道理了 我们看谁先抢的 啊 盲子没交承 直接是暴女交承之后 就是也被辛达给弄死了这条楼 对 这一下的话 血量差了那么一点点 哇 我只能说KTiger戴罪立功啊 整场比赛KTiger都挺梦有的 但是这一波大龙会给KTiger 哎 但是远古龙怎么办啊 现在虽然你有大龙外虎 远古龙 我看一下 军事件的优势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但是这条远古龙 其实刚才看到NX他们这种大龙 还是比较快的 哇 这条 这条我感觉会不会给NX造成一些心理压力啊 有可能 但是战斗民族一切都不好说 这里侧面先布好夹子 看一下KTiger能不能拿下他们 这场比赛的第一座防御塔 哎 真的 我感觉这条大龙很关键啊 很关键 这个塔一旦推回来的话 经济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就感觉Tiger突然有魂了 虎魂好吧 虎魂 现在龙虎融为一体 但是中路还是有超级兵的 所以说Tiger这里 中路的推进并不是特别的奏效 并且要小心两翼飞来的标枪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这个女警慢慢要起来了 对 现在终于是做出了自己的火炮 那这样四件套了 女警可能会改变一下整个进程我觉得 这个时候Tiger反正是有翻盘的这个机会的 有翻盘点 来说的话就是要进入到一个要打军事局了 其实现在有一点像军事局 虽然你领先了6800的经济 但这6800的经济 因为你看几个C位啊 几个C位都是四件套 对 就这6800真的是只是打野上面超级差的 但是芒森这个东西吧 你后期一脚 一脚 改变世界了 一脚持天津好吧 一脚持六神装 芒森这个英雄后期再多装备也没用 让我们想到了飞久的打野 对 就那一脚吧 就那一脚 我埋伏了60分钟就为那一脚 错 我是花60分钟去学习了回拳梯 天外飞仙那一脚 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大龙圈要不要打 但这个远古龙招肯定要来跟刚啊 是的 现在周浪的水星应该离复活也不远了 我觉得这一波远古龙的话 可能就是最后的决一死战了 有可能是胜负手 这边直接开 我们看俄罗斯不和你讲那么多 这又是正面作战吗 又是正面作战 直接开告诉你不而须的做什么视野 开个现在再找一下机会 先阵型阵型拉一下 但是薛鬼这个位置 哎 薛鬼第一时间被发现了 还好 薛鬼这里的话应该 他只是丧失了一波绕后的机会 他这个位置被发现了以后 感觉有点骑虎难下 现在我们看到两边都不太敢动 都不太敢动 而且周浪的水晶也复活了 而且薛比并没有在一个后面的位置 薛比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面部这里如果说传送好的话 他可以去上路了 好 转中了 转中了 这个时候 Rox Tiger直接选择了一波转中 感觉这一波的话可能 薛鬼开 没有开机走 他是那个风龙的buff 感觉这一波的话 可能NX就有点尴尬了 开机走要打 但是这一波技能没有放出来 哎呀 闪现机炮全焦 你看这个时候就 又粗起来了 又粗起来了 闪现机炮全焦 却没有避掉对方任何一个技能 这边我们看到smove 直接一个人顶上前来 这种拉锯战是Tiger擅长的 是的 但是Preder这里险些被打到 这边一个混凝腰带闪到一台团 哇 新的拉锯分杀已经起来了 因为你一个薛鬼没有机炮 没有闪现 你是搭不到女警的 对 所以现在的话 刚才这里NX在寻找机会 但是Rox Tiger还是比较轻松的化解了 我还是想说那波五打四没有打大楼 你看这以后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那波打 而且命运就是如此神奇 那波五打四好像就是杀了苦肉 对啊 对吧 戴罪立功嘛 戴罪立功 那波五打四就是这个新的拉布赛 这种拉锯战 Tiger要比你戏很多的 对 你这种拉锯战你搞不过对方的 但是不得不说是NX在拉锯战当中 他们的勇猛是非常的勇猛的 对 现在需要一个带头的 对 带头猫一下 但波比较后了 我们看波比现在中路 但他们这个阵容开团真的难 开团的话很依赖波比的闪现逼动 是的 现在已经没有双招了 但蜇猫没有双招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的进场都非常的难受啊 对 你会被夹子呀 会被各种推呀 这一波远古龙 我们看一下 AX怎么选择要和对方决一死战吗 暴女暴女在侧应先标一下 这里没有标掉枯肉 这里要开了 这个小狭角的路口 还是不太敢上 平纳这边中了一标 但是没有关系 稍微吸一下血 是的 你有奶我也有奶 这边奶牛 两边现在在磅狂的推线 现在从兵线上来说 让凯克是不利的一发 在这里逼动了一发 但是自己非常的危险 自己反而有点悬 悬量下得有点快 还好刚才聚魔不在 如果聚魔在直接上大招的话 这个波比的春根应该要被打出来了 这边聚魔抵挡了一下宝石的进路 但是这里暴女 暴女想配个队友来给中路的兵线创造点压力 这边我们看到NX想利用上路的兵线优势 暴女怎么胆子这么大 就直接招惊声了 但是桂莱这里大招也是被逼得出来 桂莱的血量很低血鬼在下路带掉了塔 这波NX的兵线实在太有力了 不过刚才我们看大招方面的话 这里宝石的大招 因为怕对方直接开团 所以先开掉了 这波兵线太好了 你看三路的兵线齐头并进 得带个很大的兵线压力 很难拿下来任何一座防御塔或者是水晶 主要这波已经转了 然后塞哥你看这个龙也没有打下来 然后下路的二塔也没了 是的 就这波的话兵线真的给NX很大的一个方法 这里下路突然没有人了 波比直接开大招 来打掉下路的防御塔 有机会 稳了一下 这里看一下桂莱 直接打下来 桂莱这波是没有大的 她不太敢上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塞哥高地的塔 已经破了两座 现在NX又开始玩代线 现在利用兵线的优势 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血鬼又把急走开掉了 有时没事开一下 反正好得快 他这个急跑好得真的快 毕竟他出的是一个减CD型 我记得是 急走加两条风龙 效果还是非常华丽的嘛 那现在 没有那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大龙又刷新了 参加比赛的第三条大龙 好 现在两边技能都比较全 等希瑟维的闪现一好 两边可能要正面交火一波了 而且NX这一把他们的三个C位都是无一阵防的 哇 还真是啊 只有宝石死的比较多 但是宝石每次死都是死的是续索 每次都是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了 重于泰山好吧 这边希瑟鬼剩下的装备 他最后一个格子还没有出装吗 还没有 希瑟鬼的话装备 好像停根蛮久的了 他应该有蛮多钱的吧 他应该是直接要摸一个 大剑出来 大剑出来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甚至可以不用做中亚了 反正要做一个出装 直接出帽子了 直接回家把帽子摸了出来 那这一波是NX应该 应该是最强的一波了吧 哎呦 感觉他这个装备其实也挺拼的 挺拼的 因为其实他刚才几波打下来发现 哎 没伤害 对面好像秒不掉我 但是我的伤害又比较低 现在主要是队友指望不住了 你看一下队友都是几兄弟 暴女这个英雄很有可能团战零输出的 是的 卢西安的话手又没对方长 很有可能团战也是极低的输出 所以他想了一下好像只有我来搞输出了 那这一波基本上是几个输出位置的装备都满了 对 只差上路的波比 波比也六神了 也是六神了 这一波all in了 这一波真的要all in了 你看暴女 这除了宝石以外 其实宝石也六神了 讲道理嘛 真眼也算个装备嘛 是是是 你后期不可能不买真眼吧 做一个辅助 那现在的话 现在真的是all in了一波流 这一波看一下 NX怎么选吧 是破高地呢 还是利用大龙的视野 去寻找你的破绽呢 这一波的话再拖下去的话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很不利的 他们已经丧失了一波终结对手的机会 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再这样拖下去了 但是怎么说呢 其实NX这个阵容是存在着可能性的 嗯 就有这种可能性现在 哎 波比来了两个人在偷 但是我们看到说 大哥直接打大龙怎么办兄弟 快走快走 掉头跑 掉头跑 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 这两个人打得太慢了 你哪怕掉一个暴女过来都好 哇 他在搞 哎有梦想的 哇俄罗斯大兄弟徒手杀龙 来了来了这边 A地位已经过来支援 这一波可以的 远古龙有了 通过一个小小的拉扯 这个蓝色的视频照了一下 才发现为时已返 X拿下第一条原路举龙 谁能想到对方中路徒手载龙 而且这一波的话 他们的想法肯定是直到黄龙 不会在大龙那里跟你废话了 我不跟你纠结了 对我直接推你 现在你两路没有高地塔 那么这两座水晶能否破掉 哎不过上路的兵线 龙特格处理的真的很好 现在就体现出他们一个阵容的开团能力有点差了 是的 有牛时开不了团 不过这个浮的回凶就是太串了 直接是Q一个弹三个 每个人身上都有燃烧效果 这个柱子力的不错 可以让这边先被打了一套 现在有一个远古龙还有找到的感觉 哦 掉到闪现 看下波米的大招 垂毁老牛 哎 但是酷 但是这边酷肉的血量也有点低 大概被打了一下 哦 这个伤害啊 伤害还是有点高的 现在主要是有远古龙啊 对 有远古龙的buff 直接要破两路 深腾 中路已经破掉了 上路破掉 两路有了 洛杰克现在已经被破掉了 两路高地 哇 而他们面对的战队是来自外卡赛区 这边要打大龙吗 哎 感觉这个 这个队伍越打手越热啊 他们感觉真的是调整过 他们感觉一直在吸取对方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对 越打越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直接开始打大龙 哎 老牛闪现开短 被吸取鬼的W旗头直接挡掉了 老牛现在没有闪现 吸取鬼 完了 哦 没有血质 没有金身 直接被秒了 这个B端踢出来了 保持这边直接看到着保护队 也要成为 金身开没开出来 可以站出来 一无压力输出 被搞了一个虚弱 这里暴击也被杀 一个球砸死了 宝石 拼打虽然倒下了 但是smurf在前排 有点无人能倒 又是一个二连 连起来smurf这么多 这边用核线做一个位移 但是抗不出了 有没有闪现 有闪现 但是 直接被大龙给弄死了 好 这里看看要不要杀第二场面 第二场面 想怼一下 哎呀 一个甲子 上路 卢西安这里是躲开了smurf的追击 那么这一波的话 由塞格尔是打了一波一换四 这波吸血鬼背锅了呀 感觉 他不 他其实就想掩护一下队友 对 去骚一下 但是 雪吃焦了 没出 没有中价 那边新的大招打你点 挺没办法 那这样的话 由塞格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第三条大龙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波的精彩回放 这个反应就非常的快了 这时候已经可以走了 对 讲道理 我怕这个时候谁立功了 这个是Curo 又是Curo 他这两波大龙盘Curo立血功了 暴女过来没有咬死 但是后续宝石的大招是落了下来 对 这一波太关键了 但是已经没有用了感觉 围天乏术 这边是有春歌甲的小外生 复活起来闪现给一脚 踹死这边的暴女 哎呀 这波太伤了 这一波主要是打掉了一个春歌 但是 你不能说NX没有机会 其实这一波打完了 我觉得NX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现在的话 绕塞格更有机会感觉 现在的话经济已经 这六千块钱已经不用看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大后期 我们看到卢仙这边是卖了装备 跟输一个 绿叉吗 还是把火炮卖成绿叉 是吗 还是银血 还有 是那个什么 是那个那个幽梦 幽梦卖了 这里的话 我们看女女的装备也齐活了 现在的话在大后期来讲的话 卢仙手太短 你看刚才那波卢仙打了什么 他全在打瞎子 对 对不对 全在打瞎子跟那个巨魔 他根本碰不到对方的后盘 那我觉得他这个装备 其实是可以打的 还是出了这个黑切 然后再加一个大清语 他这个出装就已经想好了 我就是来打你前排的 就不要想了 我知道我打不到你后排 后排交给队友去钢 我就钢你的前排 我打前排越快越好 感觉现在这个比赛 两边都有机会是能说 对 但从刚开始的可能七三开 现在变成了差不多五开的 一个局面了 甚至Rox Tiger 可能还领先个零点几 现在感觉两边都是有机会的 两边现在看容错率 或者说看这个失误了感觉 从容错率上来讲的话 其实Rox Tiger这个阵容 容错率会高一点 是的 因为毕竟那边手都偏短 再加上没有特别好的开团手段 而且中单这个夕月鬼一旦阵亡 那就直接雪崩 这一盘其实Pray是在Rox Tiger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你想中单基本上出击 是一个挺崩的局面 对 然后现在Pray Pray的装备一直还可以 一直还可以 他一直在团战打出很高的伤害 主要是对面这个阵容 确实也拿着一个女角 没什么办法 真的 上不了高地了 现在又有点 对 虽然有两路的优势 但是在这僵持住了 你敢信 现在NX还是不打算就此罢休 现在想利用两路的兵线 继续给对方一点压力 是的 现在蝎月鬼的双招也已经好了 对 就哇 这个时候宝石踩一个夹子被爆一刀 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血量了 我看他爆了一下我看有 871 对 像是 哎 这里波比有点危险 给大了 完了 波比没有春哥的 哎呀 乱了乱了 这里着急跑 被柱子卡一下 这边沙子要不要Q过来 这个伤害已经很高了 我们看到迪琴点这个 曲续鬼已经很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 原来波比只是一个诱饵 而为了是破掉你下落的高地塔 但是说实话 即使你现在破掉了三路 你没有办法拿下对方的主水晶的话 主要是现在正面团 你发现不好打了 对 正面团除非说 Kira跟这边队友很好的配合 直接把普瑞输出打掉 才有机会 你看这女警现在太恐怖了 女警现在点一枪谁都受不了 现在NX就是一个手段 然后开端手段单一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伤害 我觉得没有足够的爆发 去秒掉CV 就除非是一个完美发挥就那种 我们看一下选手Pray 使用女警的数据 场军的KDA 美分军队英雄的伤害 以及伤害经济比全部领先平均值 都是比较领先的吧 都是比较领先的 现在这一下真的 怎么说呢 NX虽然说很多的观众 可能都希望他们赢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Rogos Tiger还是把局面稳住了 现在真的稳住了 对 感觉两边都有那种关键时刻站出来的人 对 这边的话波比几拨很关键 然后那边Rogos Tiger的话 虽然KURO在前期表现一般 但是他那两拨大龙太关键了 西约鬼这里已经是把火箭腰带卖了 更新出来中亚 要有这些装备了 对对对 现在已经把火箭腰带卖了 这个装备非常的关键 你没有中亚没有血吃的话 现在一个大招打你没办法 现在基本上在C位上的差距就是在AD位了 虽然说我们看到这边AD选手打得非常的不错 这个卢仙整场比赛表现 没有死过的 没有死过 但是他现在英雄的短板已经慢慢展现出来了 这主要是一个英雄特性问题 对 对面的女性手太长了 卢仙在后期真的是很难去 在团队里打出足够的伤害 对方那种阵型一步起来 五个夹子 三个球 很恐怖的 很恐怖 现在根本过不去 五个夹子 三个球 一根大棒子 好吧 哎呦 这边血鬼 老牛爆了一波 这边是顶上了一个小台阶 但是这个夹子实在是太烦了 我看到正面 正面这几个夹子 还是进不了场的问题 进不了场 这边血鬼 手都变短 他这个时候要反推了 然后他现在先把上下流的兵线处理一下 然后开始反推中路了 是的 虽然说现在血鬼的伤害和保密能力是很强 但是由于他现在没有 哎 这边标到了骷髅 这里换不回来一个机会 队友看 真的开不了团 现在需要一个开团的人 感觉想来 不过对方的这种反打能力太强了 谁能开一下团 啊 开不起来 开不起来 真的是开团能力的一个问题 阵容开团太难的 开团太软了 对面开团太软了 你说要是个老牛什么的 这个时候把对吧 女警弄一弄就很好打 而且暴女现在开始有很乏力了 他如果标不到C位的话 他这个标的伤害 他很有可能团战零输出的 对 就在旁边就加加血 他是个奶豹了现在 奶豹 那他应该出个大胜杯 限制不了这个女警啊 现在这个女警是很无敌的 普瑞 你看鞋子都卖了 哇 这里直接是更新出六神 补了一把绿叉 他现在暴击满了吧 这个普瑞现在很恐怖 道道必报 我们刚才看他的一个伤害 平常533 关键时刻1000多 这个普瑞现在很恐怖 现在就是有没有机会 能够把这个女警带走 是AX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点 而且大龙要刷新了 本场比赛的第四条大龙 这个时候蓝马富可以给西约鬼了 西约鬼现在需要一个了 很需要 他水银鞋也做出来了 他把那个减刺率也卖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进行到53分钟 决战时刻了 要决战时刻了 决战时刻 无论成败都是英雄 对 现在最后的话 卢西安其实可以把鞋卖掉 换成火炮我觉得 他是可以换一手火炮来 最大话自己输出了 那么问题来了 在两个ATC同时有火炮的情况下 谁先点到谁 对 这边女艇一番暴头 你卢先去暴头鼠窜好吗 这边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 还好不在对方视野范围之内 这波暴女 对面不知道 又是一个柱子 看一下这里不要开吗 开不起 开不起 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普瑞 是被重兵把守 所有人都围绕着普瑞在走 只要这个女艇活下来 就团队输出是源源不断的 对 现在的话就在大龙附近做做视野 大龙和远古龙都即将刷 一个已经刷牵 一个锵 标到了 一标半选 好痛啊 暴女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标对方的C位 对 这个真的就是 诶 又是中路 诶 这里不过 实力一招调谷离山 对 我通过中路过来又搬拿一个水晶 南娃 南娃要去下路 这边可以 可以的 普瑞这边还在回家 他回家补给一下 打完就走 打完就走 这样的话 他忍不了了 白天我两路水晶 这边开的 保护一下 这边宝石 想要过来遇到骷髅 但是这一步可以走了 在这里 没有什么作战的能力的感觉 这边吸血鬼 看一下 帮队友掩护一下 这里要追 麦布在顶在前面 Smov有一个 漂亮 Smov这个打不了 价值前击 很关键 但是这里看 郭尔拉被秒了 郭尔拉被杀之后 现在这位赛格有点欠决一个前排 现在这一步 果然被秒很重要 因为其实说赛格 非常的依赖牛头这个点 这一波NX对后排的保护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波比这个W开的好 好像牛头这个闪现W被打断了 波比 二连 这个这一波Grela的二连被打断了 那现在在对方少一人的情况之下 NX要选择大龙吗 这里好像Rooksciker想Rash这条大龙 直接传送到了现象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看一下大龙的血线 看一下大龙的血线 感觉有点胆打 有点想多了 Smov这边有危险 这边如果能秒加Smov的话 Smov这里是没有 大招已经好了 有闪现有闪现 有闪现 这边两枪 踩了夹子 踩了夹子 有夹子吗 暴女 夹子 955 直接暴死了暴女 Smov这里还能再拯救世界吗 现在这一波打到后面 Rooksciker真的是完全看Pray的个人发挥了 这个女警真的太难处理了只能说 这里真的感觉Rooksciker有点 就是现在其实是NX化险为宜 还是Rooksciker化险为宜 还是Rooksciker化险为宜 我已经分不清了我觉得 现在圆鼓龙 我们看到Rooksciker选择去圆 圆鼓龙试试手气 这边利用对方打也不在 这个圆鼓龙应该是能下下来 他们是想两人打圆鼓龙 另外的人过去干扰对方打大龙 对 要抢这个龙 不过芒森在半路遇到了一个波比 躲一下 躲掉了 比东 这边大龙血量还有七仙 打不动 打不动 现在这个波比没什么伤害 一脚踹了下去 过来 两千三千血量 谁到 谁到 龙 第二 第二条大龙被抢 并且圆鼓龙也是收入到Rooksciker的囊中 天要亡我 俄罗斯大兄弟啊 感到Rooksciker又是Pay那次吃 关键的时刻 拯救了队伍 老天爷站在了韩国人的一方 我的天哪 这个你不能怪老天爷 因为什么 AX是没有打野的 这比对方少一个一千血量的惩戒 而且这一下Smov没有砸到 哎呀 这波如果能砸到的话 可能就打掉了 打砸的话应该打掉了 赶紧帮忙打龙兄弟们 打完 然后惩戒 哎呀 这一波好像是春哥起来又回去了 熟悉的一刻 这一幕我见过 这个时候迎来了 然后再一个 反攻的号角 全家老小一波流了 一波双龙会 这一波双龙会 这一波双龙会配合大家全部六神装 怎么说 好难受感觉这一波 这波我们看俄罗斯大军队还能出来创造奇迹吗 有点难 我们看到有小龙buff 再加上一个女警 这边点塔太快了 哇 这个点塔可能就两下就没了 哎 但是上路有一大波明显 这边垂回了一个中弹的史诺拉 好 普瑞有没有机会 差一点点 这边葵拉顶在前面 一个身上洗礼洗到了牛皮上 这里一个大招 是大力亚暴女 但是不能说没有机会 这一波并没有能够直接推到NX的高地 下路跟上路的兵线不好 然后才可以要回家 但是我们看在回家的路上 俄罗斯大兄弟能不能找到机会 他们想拖延时间 但是也拖延不了 这个阵容确实没有开团 对方想走就走 想来就来 而且NX现在应该 应该是不太想和对面打团的 对面有两条龙的buff 对 他主要想拖延对方回家的时间 不过中路这一波兵线带的不错 让俄罗斯大兄弟下一波的进攻 可能要来得稍微晚一点 不过上路 毛毛多的兵线 已经来到了上路的水晶面前 不过我感觉NX敢来吗 就说一下吧 说一下吧 这边清兵还是比较快的 算了 算了 现在最少要把这个 这一波大龙熬过去 我的天 这次世界赛 到底要有几次三路被迫的翻盘 还要硬着拖延来 有了 有了 这一波让俄罗斯大兄弟 可能没有想到 他们突然回家普及一下 对方把他给推了 现在俄罗斯大兄弟 心里想的 就是我几个常用的这句话 凭什么 凭什么这几个人 就直接上来 把我水晶拆了就走了 他们以为对方走了 对 洋装撤退 实则推你水晶 好了 不凡了 好吧 现在又是一个三路被迫 被迫的局面 现在就体现出 NX在前期的一个 他们的优势 他们拿下了好多塔 他们那些塔 每个塔都能抵挡对方一波 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说 两边都没有塔对吧 都没有水晶 刚才那波感觉有点危险 刚才就很机会 很有机会就一波带走 又是带线 我们看到又是带线 正面不行 我们打游击 两路的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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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部都复活了 并且上路我们看到这里 若克塞克是放了一个传送门 在那里 对的 而且现在他们出传送门都很骚 就是出完就卖 出完就卖 出完就卖 还是不好上啊 这个夹子一力确是没办法 上路的兵线要处理一下 一波超级兵马上要冰尼沉下 是的 东下两路水晶是复活了 女警一直在 这边暴女一直在摸奖 是的 就期待能够摸到对方的C位 逼迫对方C位回家补给 利用这个间歇的时间 去模拟水晶的血量 其实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两边的指挥 要记清楚对方的关键技能 一旦关键技能交出来的话 两边随时都有可能 爆发一场惨烈的团战 来了来了来了 下路水晶要被破了 牛头达不了闪现Q 闪现 连到了两个 处的力的也不错 这边有宝石的大招 复着 复着这边能秒吗 近身挡一下 陆西安把那边的融融水晶 这边发生的Q已经是第一次了 陆西安在和这边的毛色单挑 虽然完了西域可被秒了 虽然换掉了一个普瑞 但是有机会吗 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 现在只差一盒没牙了 X怎么选 二连起来的队友 这边西奈娜 西奈娜怎么满撞她又被逼动了 但是现在 推了两个人 推了两个人 这边又是一个 二连 这边老牛大概连了二十个人 这里 Guyla还在顶 对方的ATC 没蓝了 没蓝了 又连起来 要杀卢西安 这些宝石帮我们保护一下 卢西安能活下来吗 没有蓝币东 看不到 看不到 又是一个柱子 这边W打到了 归来的W激动 Smoop这里总是收集到对方的宝石 但是这边超级兵很多 两边都是这方三个人 Smoop还有个春哥 两边的商家都有春哥 现在NX很有可能利用自己超级兵的优势 在这里给你耗 然后等待超级兵过来 复活的时间非常的久 还是推不了 还是推不了 对方有泉水靠着呀 靠山吃山 靠泉吃泉 这里一直想秒钟 完了 完了 这波 Kuro又是一波带自立弓 毕竟在人家家里 张春闪现 又是一个完美的柱子 被打断了 被打断了 这波Grela 从一开始 大概到后面 大概连累了有20个人 但是说实话 刚才怎么说呢 卢西安没篮很关键 卢西安如果有篮的话 可以很早地切死对面的这几个人 但是这边 还是对于Rox在刚才说 不能够松懸 现在依然是两边都有机会 这招在了现在 就这个观感司令了可以说 萌牙也是一滴血 三路超级冰 你觉得刚才 Smoth 波比如果不在后排去挡西纳拉 直接参与到正面的团战 会不会好一点 他们刚才是 他们是刚才两个这个上中 强劲把那个Pray给秒了 对 然后西约鬼跟Pray一换一 但是我们看一下卢西安好吧 这个ADC真的强 701 还没死过 在如此惨烈的团战当中 打出了自己的全部伤害 并且没有阵亡 我觉得这场打完之后 大家对于NF的队友真的是 认识又高了很多 高了一层 真的高了一层 他们打团也很强 我觉得 他们打团基本上很少犯失误 现在如果能给卢西安拿一个蓝Buff就好了 对 有个双Buff会很好 有个双Buff 这一波团战这个卢西安很强 他分针可以放起来了 对 而且他就打前排 对 其实刚才Smov的选择也很正确 因为如果他在就打前排的情况之下 对方的女警就阵亡 前排对这个卢西安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 现在就要看关键性的一波团 现在三路被迫的Rox Tiger 究竟能不能够完成自己的翻盘 摆成第四条大龙了 第四条大龙了 这是不是 六十四分钟的比赛 又是三路 是不是本届最多一条大龙了 最多一次大龙 四条大龙 那你要想有一场四十四 七十多分钟的比赛了 那也不可能五条吧 四条大龙就很少见了 这里直接开龙 这边有三路超级B的情况之下 一条大龙Buff将会非常地可怕 这一波兵线太好了 大龙肯定有了 简直太可怕了 感觉NX要赢了兄弟 要赢要赢 这气势起来了 这一波大龙配合三路的超级兵 一波六个大垂头车 怎么办 但是还是要说这个失误 你现在就是 谁都不能犯失误 对 现在谁失误就是一波 谁都有机会赢 我觉得 现在这个 这种小兵确实有点烦 上路我们看到茫茫的一排夹子 上路水军复活很关键 又是一个四腰的分带 继续地打游击战 盲森过去想牵 有点漏单 有点漏单 没有没有夹子吗 不过鬼了这里 两个鸡头全都放空了 老牛这边为水飞 麦布里面顶一下对方的身枪洗礼 这边对于NX来说应该是不打人 只拆水晶 利用小兵 利用大龙王的小兵去打 这里看一下 两边的辅助都是交交了 比较关键的大招 是的 茫森过来想踢 没有踢 没有角度 没有角度 茫森里面还有春哥 来起来一个波比 夹子踩一下 这边波比还比较肉 巨魔的大招已经开过 我们要看一下 席血鬼 席血鬼一个人在带梅牙 席血鬼在带中路的兵线 席血鬼在带梅牙 席血鬼在带梅牙 梅牙已经掉了 现在真正的波克2-46 梅牙没了 这波要忙忙多的超级别 感觉X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了 这里要猜猫 暴击地面 拉一下 暴击地面表了 只需要拆几点 只需要拆几点 再点啊 点几点 这边波比疯狂的打几点 还没有点掉 不是波比 这边是宝石 是一个宝石 是一个杂子 暴女点 这个宝石有点点不动了吧 波比在哪里有大招 有大招 而且小比赛波 小比赛波到了 小比赛波到了 小比赛力够了 够起X 最长比赛看得真的是太high了 感觉好像在看总决赛一样 是的 这场比赛由Albus Knox获得了胜利 扳倒了Rox Tigers 而且是确定出现 史上第一支的外卡赛区的战队 离开了小组赛事前往八强 历史性的一刻 历史性的一刻 我前面就说了 我前面就说大家今天好像要准备好见证历史 然后那时候当时很多人回我说这个 毛哥别奶 还没 毛哥别奶 但我们终于是见证了历史 MVP给到的是AD 卢西兰 这场比赛确实 除了最后面在破基地的那个地方 因为就是 强行拆基地 对 强点的关系 把人头给出去 但在死之前的话 是完全一次没有死过 对 对